我们来了阵容曝光,暴力姐妹花林依晨,热巴上线。 今年娱乐圈出了不少新综艺,最近这段时间还有不少老牌综艺宣布回归,比如国内综艺《零跑者奔跑吧》和《极限挑战》,现在芒果台的女神综艺《我们来了》也正式宣布回归。 今年的《我们来了》节目组你的嘉宾邀请单还是一如既往的豪华。 迪丽热巴、林依晨、唐嫣、杨子、李嘉欣、陈冲、张子峰、林允,还有固定嘉宾第三位主持人谢娜。 自从这次嘉宾名单曝光后,网上对于林依晨和迪丽热巴的呼声就非常高,之前一直活在各种电视剧中的林依晨自从上了跑难,网友们对她的综艺感就十分较好,再加上一个迪丽热巴,本来八杆子打不住的两人在一起的画面竟然意外的和谐。 而且三十几岁的林依晨站在二十几岁的迪丽热巴旁边完全不会显老,果然娃娃脸真的瘾啊。 新女郎林允红了之后上过不少综艺,路人员一般般,但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二十四小时还是为她圈了一票粉的,而且妹子在某软体上滋滋不倦的分享更新还是很有效果的。 再来说说这次嘉宾名单中的一位重磅嘉宾吧。 老牌港星李嘉宾虽然现在胶原蛋白不复存在,可能现在的零零后知道她的人不多,但是九十、八十、七十甚至在网上的各位一定见识过她的盛世美颜,被称为最美港姐的她和前几季的林青霞、刘嘉玲,观之林地位算是不相上下了。 而且这次的嘉宾名单还有某代皇帝中惊艳了几代人的陈冲,话说就冲这几位曾经要人命的女神,这一季的我们来了还是很让人期待的不是吗?